現在大陸說發現一種肺炎,專門感染小孩子的 會不會像上次的武漢肺炎一樣,一個不小心感染了,很大劑? 有些事情你們是不知道的,其實這個肺炎非常嚴重,只不過習近平壓住了,絕對不讓這些消息洩漏出去 所以現在在海外看到中國大陸肺炎非常嚴重的報導之外 在大陸所有的電視、電台和報紙都不准刊登這方面的內容,甚至微信上講一句都不行 現在在大陸的人都不知道有肺炎發生,更不知道已經引開了主要的感染區域是中國的北方 北京天津的兒童醫院爆滿了 單單上海這個城市,一天就有40多萬人感染,還有東北的大連和哈爾濱,他們感染的速度都非常快 喂,繼續發展下去,你都不要說不怕啊 肺炎這件事是呼吸度感染,很容易傳染的嘛 現在最可怕的就是中國大陸用盡所有辦法去隱瞞這件事 最初在中國的北京有很多小朋友感染肺炎的時候 他們就說不是傳染那種,是非傳染式的肺炎 後來又改了名稱叫做不明肺炎 一聽到這個名稱大家應該覺得很熟悉 三年前武漢肺炎出來的時候 最初也都叫做不明肺炎 現在的隱瞞手法和當年的武漢肺炎一模一樣 一開始就說不會人傳人,後來承認會人傳人之後 他們就說不是病毒傳染,是細菌傳染 細菌傳染是很慢的,如果是病毒傳染就很厲害了 後來證實武漢肺炎是病毒 現在北方的肺炎,北京也承認是病毒的 現在特別是年尾時候,個個都放假,那些人是到處飛的 如果大陸這個不明肺炎是這麼嚴重的 又不如歷史重演,惹到全世界都是 再來一次,真是整個世界都倒閉了 你們記不記得,上次大陸的武漢肺炎 外國就立即警告大陸不要再放些旅遊人士出國 但是大陸當你沒有,還要多開幾班機 很多大陸民眾不知道自己是帶菌者 帶著那些病菌,全世界這樣去感染 為什麼三年前那個武漢肺炎,惹到全世界都是呢? 就是這樣的原因 如果他這次這個不明肺炎又是這樣照樣轉戶 這樣搞就真是世界末日了 阿爾文,上次你提過那個語言家 塞爾維亞的語言 就是說到他們用一種不同的飛彈 打到高空那裡 然後在高空爆炸 然後落下來那種生化武器 令到人和動物都睡覺 這個語言可能就是指今次的不明肺炎 現在有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本來有十幾個國家來中國旅遊是免簽證的 現在大陸發生了第三次疫情 正常來說是應該減少外國人入境才對的 這樣就可以減少人感染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習近平還增加了六個國家來中國是免簽證的 嘩,習近平這樣搞不是靠海? 喂,你們想想 上次大陸那個武漢肺炎 中國不是放了很多人出外旅遊嗎? 嘩,這次不同了 歡迎外國人免簽證去大陸旅遊 你們說這麼多話,聽聽我說 有知情人就報料 他說今時今日 習近平對那麼多國家全部免簽證進來 就是想同一個效果將他所有的病毒向全世界散播 他想用生化武器來統治全世界 到時誰人都是他的奴隸 如果真的這樣,有些小粉紅是很開心的 中國人統治全世界 哎,倚文姐,你別那麼幼稚啦 到那時,不單止全世界的老百姓 都是習近平的奴隸 所有中國人 亦都是習近平的奴隸 不要說以後啦 現在中國人都已經是奴隸啦 信我者槍 亦我者亡 所以這個李克強 可能不是那麼聽話 就提早要去延盧皇報名啦 問題就是 每次大陸傳出瘟疫的時候 很多人還相信大陸政府說的話 你們還記不記得 上次武漢肺炎初初出來的時候 大陸政府就說 不會人傳人 去中國旅遊是最安全的 生活在中國是最平安的 你們能夠生活在中國已經偷笑啦 當時中國大陸政府說這些話的時候 大家都相信大陸沒事的 沒有瘟疫的 只要台灣不相信 所以後來台灣感染疫情是全世界最低的 今次日本人就聰明啦 絕對不相信大陸說的話 他首先宣佈 他們打算對所有中國大陸來的遊客 全部要恢復客選檢測 每個中國遊客都要有陰性證明 你浪費嘅啦 大陸那些陰性證明可以假的 好過沒有 這樣也有點阻嚇力的嘛 有些事情是好奇的 上次的武漢肺炎 死的多數都是老人家 今次這個不明肺炎感染的呢 多數都是小孩子 雖然現在的政府就鼓勵他們要生兩個甚至三個 但是很多家庭都是生一個而已 可能生多一個都養不起 喂 這樣想起來真的很有問題的呀 如果一個不幸的小孩子感染了 中國真是買少見少會絕後的呀 喂 你們明不明白呢 為何今次的肺炎專門針對小孩子呢 我聽人家說說瘟疫有眼的呀 喂 如果真是有眼的話 就應該被那些壞人全部惹瘟疫 那些好人就沒事 我認為這個病毒呀 真是有眼的呀 要不是呀 為何上次武漢肺炎的時候 多數是老人死呢 為何這次不明肺炎 多數是小朋友感染呢 那肯定是有眼啦 嘿 世事沒有絕對的 我就不敢說瘟疫是不是有眼 但是或者小孩子和老人家 他的體質比較弱容易感染呢 所以青藏年就沒那麼容易感染嘛 你說是不是呢 那你信不信也好 因為古代有些這樣的記載呀 在明朝崇禎十六年 即是公元1643年 一場大瘟疫大饑荒 京城的瘟疫就很厲害 很多人早上染了瘟疫 晚上就死了 有些全家幾十人 突然間全部都死了 你說多少人害怕呢 還有呀 駐守北京城的軍隊 死的人更加多 有時一天還死幾萬人 有些士兵站在那裡 都會突然堆下死亡 但是當時有一件好奇的事 李智成的起義軍進攻北京城 根本上沒有一個士兵感染瘟疫 這件事是有歷史記載的 當時在北京的疫情非常嚴重 連北京的老百姓都全部感染了 李智成的士兵入到北京城內 看到周圍死了那麼多人 為什麼我們的士兵 連黑痴都沒有過 個個都還這麼龍精虎猛 但是到清兵入關 打敗了李智成 但是那些清兵 一樣感染不了 當時北京的疫情 還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世上有些事是好奇的 我記得中國古代有一場瘟疫 那場瘟疫發生在東晋時期 叫做百日疫氣 什麼意思啊?聽不明白 百日就是一百日 疫就是疫情 氣就是空氣 所以叫做百日疫氣 當時東晋時期 很多老百姓都感染了瘟疫 家家戶戶都有人感染 很多人都死了 有一個文人叫魚皮 他就感染瘟疫 他的弟弟魚滾 就從外地趕過來 一定要來照顧他的大哥 很多人都勸他 那裡的瘟疫這麼嚴重 你千萬不要去啊 但是他堅持要去 怎料過了一百日之後 疫情真的沒有了 魚皮全家死了 但是魚皮魚滾兩兄弟 什麼事都沒有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這兩兄弟是什麼人來的 還有 在魚皮病得最嚴重的時候 他的弟弟魚滾 一直在他身邊沒有離開過 照計例說他弟弟一定感染瘟疫 奇就奇在 他弟弟感染不了瘟疫不得已 連他大哥的病都痊癒了 喂 那豈不是真是認真奇啊 嘿 你都沒聽過 還有一宗奇的 告訴你吧 有一個人 叫照叫照他 他得了麻蜂病 傳染力很強的 真是可以說生人物近的嘛 黏著都死了嘛 家人單身被他傳染 所以就準備了乘車的食物和水 混到一個山洞裡 就有得這個照渠自生自滅 不知道這個照渠為什麼這麼命硬 吃完所有東西之後 還未死得去 你知道嗎 他不單止不死 最後還長命到一百七十歲 這件事後來轟動到周圍的村落 很多村民都來看過他 為什麼這麼長命不死得 他的酸酸塞塞 都去探望他 你覺得這件事真不真啊 這件事又是有歷史記載的 不到你不信的 西方的傳說說疫情是有眼的 在《聖經啟示錄》裡曾經說過 摩西就準備帶著猶太人離開埃及 走去耶路撒冷的方向 每次他們想走的時候 埃及法老都不讓他們走 摩西就跟法老說 你再不讓我們走的時候 有十個災難會降下來埃及這個地方 其中一個災難就是每一家人都會死他的長子 而且他的畜牧就算是牛羊馬都會死他們最大那一隻 後來耶和華就通知了猶太人 就會避開這場劫難 正因為法老不信摩西的話 所以第二天早上法老的太子就死了 所有埃及全部人的長子 第二天早上都死了 經過這件事之後 埃及法老就同意摩西帶猶太人 離開埃及 這就是歷史上很有名的叫做出埃及記 不到人們不信了 而後來西人就認為 這場瘟疫是有選擇性的 我曾經聽過有老人家這樣說的 想避開瘟疫 有四件事大家一定要做好的 第一就要敬神和敬佛 第二件事就是不要侮辱神靈 第三就是不要毀壞佛像 第四是不要拿寺廟裏面的香油錢 如果做好這四件事 就可以避開瘟疫了 喂 做好這四件事很簡單 那真是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唐人家粤耳見聞 小心疫情再次蔓延全球 節目是由 倚文 李靖 胡椒粉 馬德成聯合演播 請點贊和訂閱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還沒想到 訂閱 按讚 留言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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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